好,下一題 碳酸基因鈉受熱分解成碳酸鈉二氧化碳跟水 中文都寫給你了,把它變成化學式 寫出來 找三位大哥上來 3號 8號 26號 上來 上黑盤 上黑盤 寫 上黑盤 我很好 我不會 可愛的小人 還好嘞 我不會 真是太帥了 老師教育是失敗的 有人寫答案 還不錯 讓老師覺得還有點希望 碳酸氫納加碳酸納還有二零化碳根絲 OK 很好 來 我們來看我們的答案 寫的人的答案是對的 怎麼回事 一樣 老師說 第一步 從最複雜的東西做起 先把那個沒有平衡的寫出來 然後呢 從最複雜當作一或二 那我知道要寫成二 我為什麼知道寫成二 因為最複雜是碳酸氫納 後面碳酸那就兩個了 所以說這邊要幾個 要兩個 所以我就知道要寫成二 老師 我看不出來耶 看不出來沒有關係 就寫成一就好了 到時候自己在最後把它變成整序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寫二 我就寫二 寫二的話就是有兩個鈴 鈴可以用左邊一次 右邊一次 青可以用左邊一次 右邊一次 碳不能用左邊一次 右邊兩次 癢不能用左邊一次 右邊三次 可以用的是鈴跟青 所以要有兩個鈴 這邊就是要有兩個鈴 所以要寫上一 好 一 然後碳不能用 氧不能用 所以要回來看青 左邊有兩個青 右邊要兩個青 所以呢 青的這邊要寫上一 寫上一 寫上一之後 氧的 氧的左邊都定完了 右邊差一個CO2的氧沒有定 然後呢 左邊有六個氧 然後呢 碳酸鈉三個氧 水一個氧 六個 減掉三個 再減掉一個 剩下兩個 所以要有兩個氧 二氧化在那邊怎麼辦 就是一嘛 一 好了 每個數字都寫上去了 可是我們的碳沒有檢查過 檢查一下碳吧 左邊兩個碳 右邊一加一兩個碳 OK 沒有問題 碳檢查平衡掉 水方神4寫完 就長這樣 就是碳酸氫鈉的 這個方神4 我會建議你知道背下來 因為碳酸氫鈉的分解反應很重要 最起碼你要能夠背下來說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我們一個重點 未來會再講一次的重點 碳酸氫鈉受熱分解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就是我們的第四個練習 OK嗎 OK